稍早之前我们队员的生命探测仪 有探测到疑似生命的一个迹象 在几分钟前我们调阅了路上的一个监视器 的确发现在今天早上的8点11分 这位小姐她的确有进到这栋大楼里面 那在她进去之后大概15秒左右的时候 地震就发生了 然后这个大楼就倒塌 所以现在应该是可以确认这一名小姐 的确是在这个大楼里面 那她的一个位置应该是借在一楼跟二楼之间 那由于这个大楼倒塌了 现在我们看到一楼的部分是原本的二楼 所以现在我们的队员准备进去 把这个楼地板把它这个破除 然后这个能够有空间能够出来 那让这个搜救权可以进去 然后希望能够确定她的一个位置 然后后续展开这个救援的一个工作 这个是刚刚最新的一个状况 跟大家做报告 部长目前这个请节的情况是不是也利用 效果快要来做一个稳定的动作 是因为我们刚刚在现地都还有这个余震发生 所以现场是蛮危险的 所以现在工程单位 这个经过这个祭司的一个建议 用这个效果快还有砂石图石 把这个基础基角的部分把它做一个支撑 那以避免说万一有余症的时候 进一步产生危险 那这个也对后续的一个救援的一个工作是有帮助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